今天的蔡英文 包括民進黨所謂的天王們 今天在台中的太平 太平老實說應該不是一個很老的地方 太平今天是郭先生 阿高叔 是 但是老實說 今天的場老實講看得很嚇人 因為都忠實了 黑漢漢 那麼整個場的熱烈的情況 來 我們來看VC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在稍早 是已經抵達到了位在太平的 這個造勢晚會的現場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其實現場真的是湧進了上萬名的群眾 大家都想跟小英牽一個手 所以全部都湧上前 蔡英文幾乎是被人群推著往前移動的 光是要走上台就花了十幾分鐘 他都說他在台中真的是感受到了大家的熱情 讓他相當感動 來聽一下稍早他的這段說法 台中人 這次你是最關鍵的地方 所以 台中人要不要承擔一個未來的責任 在這一時的選舉 挑起責任 把票投下去 我們明年萬聖文了 謝謝 好 那麼聽得出來蔡英文其實嗓子都有一點沙啞了 因為他是從這個南投竹山的另一個造勢晚會現場 趙老師 你是台中人嗎 太平 你看那個人有這個嗎 這個還不是民進黨真正 就是說這個區 在上次剛才國中大學講得對 上次補選的時候 這個區還不是贏的 今天這樣的人 代表不只何欣淳 我覺得這個委員他的選情在那邊應該算不錯 我覺得是代表台中整體氣勢 這不是在台中市辦 也不是在豐原辦 豐原是以前台中縣的縣府所在地 都不是最關鍵的熱鬧地區 在這樣就有這樣的 所以我真的很想看看 如果他真的在台中市辦萬人的話 那個就是原本就台中市的話 弘怡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雖然有些民調做說 我們昨天看了 我說民進黨在台中還是輸 我覺得馬總統 你不要去嘉義夜市 在那邊製造混亂 你真的也辦一場 在台中辦一場來大家看看 不要賭錢 對 很有趣 蔡英文是全國要跑36場 都是這樣萬人的 馬總統說選前不做肇事 我不清楚這個競選的邏輯是怎樣 我覺得馬總統你應該也照這樣子 我覺得肇事這個本來就是選前很重要活動 不肇事那我覺得這要怎麼選 我很擔心不肇事是怎樣 靠選前奧部嗎 現在你們中部你們的評估是什麼 我想中部是民進黨就是說在這次總統大選以來 蔡英文的民調增加最多了 就是中部 相對的馬英九民調增加最多的也是中部 所以甚至說中部我們非常有信心 這個不只是打平 甚至不會輸 所以我們把決戰區再更完美 再更完美 拿到桃中苗 拿到北市新北市 因為我們要決戰中台灣 那我們覺得中台灣 現在可以說是對我們來講 你要知道你們經兵的中張頭是輸多少呢 這是2009年縣市長跟2010年五都市長 中張頭台中市你們輸差不多3萬票 對 中華館你們輸7萬票 對 南朝館你們輸3萬票 所以你加起來你輸13萬票 這邊你們要打平還要打贏 這在大臺東地區 大臺東地區 在今年五都選舉了 蔡英文就打得很好了 其實小輸3萬票 而且是從民調輸38開始選 如果不是那顆子彈 那選舉結果會怎麼樣還不小 對啦 那有親戚 經過這段時間 你看大家都有努力 另外民進黨在彰化中華 我特別講 這是進步到有看的地方 在中華 民進黨這島 真的是在那邊辦的任何場 或是中華 民進黨他們說算了不好 所以我們看他在說輸七萬票 這島有很多所謂的什麼信心 沙漠地方 任何的機會 都很多人 而且最重要就是說 人多借錢 那種跟選民的互動 小英接下來三內機場的晚會 他不是辦晚會這樣而已 他晚會 你想要做什麼 你想他有車隊遊行 他會到處去遊行 還是說佛廟 讓我們來拜拜 我們跟選民也有作為 昨天在台南 在新寧 新寧是過去台南憲政委的地方 那也是國民黨算在台南比較強的地方 所以很多當地的新寧市民說 比阿扁還算了 比阿扁還算了 阿扁還算也沒這樣 我們先說台南這邊 小英的票要超過阿扁 那他為什麼 超過阿扁是二十六萬幾票 二十六萬幾票 那現在市場為什麼訂二十六萬票 因為他自己選市場 他贏二十二萬 那過去最高票數的領先 是陳水扁2004年 他都贏二十六萬 所以我們拿二十六萬來做這個目標 那達到二十六萬票有沒有可能 當然要有一個附帶的可能 就是投票率要很高 是 我們的投票論 阿扁還到因為他投票率突破八成 到八十一趴 那南部已經是我們的地盤票嘛 你投票率再拉高 那個領先就會很巨大的出來 所以我們知道 要投票率要拉高 那投票率要去我管 就那種選民的熱情 我們要把它激發出來 那你昨天小英 他在台南很多地方的那種車隊遊行 你小英不能動玩 你要跟人家在一隊 因為他那個路線蠻長的 我們基本上一台車 我們說有報廟車 先去廣播說 蔡英文會過來這樣 那真的是萬能空向 那真的是鄉下地方 所以那種熱情 很多當地人都說 阿扁你算也沒有這樣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那這是台南 真的我們就自己定一個高目標 來鼓勵自己 來操自己就對了 是 其實小英的場 在江水所在包括北部 都這樣破紀錄破紀錄 就說原本就出現很大的庁 你像中英河 中英河日前還在一個肇事場 雙河 雙河 破萬人 那中河那個地方 那是民進黨的根本 沙漠地區 我們拿不到20% 有啦 中河你四聲通的啦 沒有啦 中河沒有啦 中河沒有啦 中河絕對沒有四聲 中河絕對沒有四聲 中永河都很慘 中永河很慘 中河都打破有史以來 很多很多的中 都是人數 都是破紀錄破紀錄 其實在北部都產生這個現象 我對這個選舉怎麼看 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把民主看成一個浪潮 就像那個 湯天成在講 民主第三波第幾波 我覺得這個浪潮 它是從南部打起來 南部然後中部 然後現在到了北部了 我認為決戰其實是在北部 因為我認為南部會大勝 中部至少已經打平了 大勝是幾票 我估計 南部可能會贏到70萬票以上 70萬 比那時候是南部 75 因為你贏了75 絕對會贏70萬票以上 因為他這種 從民主的這種覺醒 跟那種板塊那種位移的這種理論 我去看 南部已經大勝了 然後中部就是已經 現在看起來就是至少打平 然後桃竹苗是頗有斬獲 桃竹苗就是說目標現在是45 那我認為已經有到40的這種階段 那現在關鍵反而是在雙北 桃竹苗你們輸了 我認為桃竹苗 桃竹苗現在現在大概六四比 現在在往45對55這樣賣進 你把統計的配合手 你知道你們頂邊三合一的時候 你們輸了超過18萬票 桃竹苗 對 上次 上次的那個 那是2009年而已 對 但是那個也突破40幾 桃竹苗我見得沒錯 桃竹苗是58萬票 當時縣長都有拿到40%以上 沒錯 已經突破40幾了 所以這次我說推估會 破這個 超45賣進 這是一個客觀的一個事實 然後雙北 台北是怎麼樣 我情況我不清楚 但是台北線我自己在所在的這個地方 我認為台北線 其實不是像國民黨講的那麼樂觀 國民黨認為他在台北線 他可以贏20萬票 我不認為 新北市 說可以贏20萬票 我完全不認為 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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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線頂多輸贏 是在10萬票以內 甚至小英有可能顯勝 在那個新北市 我目前的 我的評估是這個樣子 那假如在這個北部 能夠有繼續有掌獲 甚至只是一個小輸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這場總統的選舉就疊定了 就是一定會勝 一定會勝 就是一定會勝 那我從其實整個社會的結構去分析 大家想想看 這幾年來 馬英九的民調 請問他的不滿意度 是不是都超過五成以上 一個不滿意度超過五成以上的這種總統 都是五十幾 五十幾的總統 做不滿意度五成以上 那間就乖起來了 是啊 然後經濟搞成這個樣子 那股票下降成這個樣子 從九千點變成六千多點 五百萬的這種股民 你只要 選民是一個理性投票的這個行為的話 那麼這樣的一個總統 在任何正常的民主國家 有可能當選嗎 那他現在給他存 存兩包 一包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行政資源的濫用 因為他現在是執政黨 另外一包就是 打兩岸的恐嚇牌 好 兩岸的恐嚇牌 兩岸的恐嚇牌 不過我轉述一個消息 就是我 在另外一個職務的新聞 我 那這個 來賓有陳金蘭 還有王思綺 同時說一個訊息 就是說 他們說國民黨來報開票 跟中部的人 叫來台北開票 台中 台中 台中現在現在看到 他們最新的評估 是贏七千票 台中沒有 贏七千票 台中縣台中市的台中 現在是台中 打平 對 結果說 主席會議的高層 說臉都綠了 這樣 結果叫他回去說 目標六萬票 要贏六萬票 該贏 目標贏了 就是贏胡志強的兩杯 對 胡志強贏三萬票 對 最後意思說贏的評估是 台中他們也不樂觀 對 因為現在我們可以了解 為什麼下任onym 調查局 不然是要怎樣去鼓掃這些東西 所以為什麼會讓下明年完全了解 下明年叫他來蒐集情資 這種問題我相信每一個案 當中央絕對都在看 是 最新的蒐集是 TVBS今天說小英輸6%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下的標題叫做現情焦灼 輸6%絕對不是焦灼 中央絕對最新的是 馬英九40.7% 小英38% 也就是說小英輸2.8% 當然這如果是尊重 那雅虎剛剛的投票 已經結束了 如果明天是投票日你會投誰 我覺得這會比較陷 蔡英文輸家全會得6成的選票 馬英九會得2成2 宋楚瑜會得1成7 但是我一直說過網友 網友是比較偏在野黨的 所以這讓大家了解性質 來 其實選舉很複雜 雖然剛才大家說 為馬英九執政的績效不好 整個過去選舉的經驗來分析 出門應該在很多地方都會贏 但是我在這邊 我禁不住要撥一下 這個軍縣兄跟莊委員的冷水 選舉千變萬化 你現在說我們贏的 到時候可能結果就跟你想的 跟你現在講的會不一樣 所以有信心是很好 但是真的不可以掉以信心 尤其你要知道 你對面對的這個政黨 甚至有兩個黨 一個中國共產黨 一個中國國民黨 他們今年是可以為了勝選 可以說可以不擇手段